千万别对视他们超过三秒 否则下一秒就会见你一身血 这段视频拍摄于2021年 拍摄者是一名叫安妮的网约车司机 那天夜里 他接到了职业生涯中 最恐怖皈依的一条订单 他按照约定来到了一家餐厅 然而奇怪的是 这家餐厅门开着 里面却一个人都没有 他叫了几声 没人应答 他便准备离开 然而刚出店门 一个女人就叫住了他 然后将他带到了后厨 一个身心瘦弱憔悴的老人 躺在杂物间里 女人说了一个很远的地方 让安妮把老人送过去 安妮听完后转身要走 女人急忙追了出来 恳求着说道 如果不赶紧送过去 老人会有危险 让他行心好 并表示自己愿意额外加钱 安妮看着厚厚的现金便答应了 搀扶着老人上车后 他便开始和网友互动 原来安妮在开网约车时 会一直开着直播 把一些有趣的经历 以说上的形式封散给大家 老人在后座显得很痛苦 不一会儿 一股恶臭袭来 原来老人失禁了 拉在了后座 安妮急忙将车停在了路边的餐厅 带老人去上邪恶间 就在他帮老人擦拭时 他发现了一些奇怪的地方 老人身上既然有着 只有年轻人才会打的肚脐钉 腹部还有一个刚蒙不久的纹声 就在安妮好奇时 隔壁突然传来了响声 一个女人好像在找什么 安妮刚准备透过隔板的洞查看时 突然一股莫名的力量 将邪恶间的天花板受箭正确 安妮吓坏了 已经发生了地震 直接躲到了吧台后面 等一切安妮下来后 她探出了头 看到了诡异的一幕 老人好奇地看着电视 而且她竟然可以用手 左右滑动来换台 而且更加奇怪的是 刚才在邪恶间的女人 叫着安吉拉 然后慢慢地向老人靠近 安妮看着眼前诡异的场景 赶紧低下了头 再次躲了起来 然后就在下一秒 女人却被重重地砸向了吧台 然后摔在了地上 今晚发生的一切太诡异了 安妮想尽快离开这里 然后刚退开门 走出去没多远 那个女人突然爬过来 死死地抓住了安妮 缠头的过程中 安妮随手抄起一样东西 还愣地砸了过去 然后夺梦啊出 等她慌不择路地 跑到车上才发现 刚才那个老人 今天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 静静地坐在后白座 看着她 口罩还慢慢地 渗出了血迹 然后接下来发生的事 令人毛骨悚然 诡异之急 网约车司机 接到了诡异的订单 然后乘客的身份 被揭开后 让所有人目瞪口呆 故事继续 就在安妮不知所措时 好友胡子哥 看着直播就赶了过来 直播间里 网友也炸开了锅 安妮解释着 刚才发生的事 胡子哥让他赶紧 将这个老人送回去 就在二人争执时 老人突然诡异地不见了 二人下车熊找时 安妮突然也不见了 胡子哥送着声音 向路边跑去 借着手机的灯光 他突然发现 那个诡异的老人 竟然高高地 站在了一棵树上 缓缓地从树上降落了下来 然后慢慢地 向树林牲畜走去 过了一会儿 胡子哥听到安妮的叫声 刚起声 就传来了一声声响 老人急忙向路边跑去 回到车上 他们刚准没离开时 却发现那个老人 站在车前 挡住了他们的去路 安妮下车查看后 几乎是做的跑回了车上 让胡子哥赶紧开车 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 老人再次回到了车上 口罩也没了 这时他们才发现 老人的嘴竟然被钉住了 而且想外 胜出了大量血迹 就在安妮不知所措时 老人竟然用手 撕开了自己的嘴 瞬间 水水掺插着各种液体 烹涌而出 就在车内乱成一锅粥时 前方突然驶来了一辆车 狠狠地撞向了他们 然后前车突然起火 安妮刚逃下车 那个老人就向他扑了过来 好不容易挣脱后 却发现之前在餐厅 被安妮击倒的黑姐 也开车追了过来 见到他们暗话不说就开枪 安妮合理制服黑姐后 得到了让人震惊不已的真相 那个看似病肉高慌的老人 竟然是黑姐的女儿 而且她只有16岁 安妮自然不信 黑姐让他们掏出手机 自己去看 安妮夺过手机后 彻底傻了眼 从身上的纹身 可以清晰地看到 那个老人就是黑姐 16岁的女儿 她叫安吉拉 接下来黑姐的所作所为 让安妮和胡子哥 陷入了生生的恐惧 并惊掉了下巴 废弃的荒野别墅 恐怖的编译老人 拼死挣扎的网约车司机 行车记录仪拍下的惊人视频 正相即将揭晓 让我们继续往下看 得知老人 既然是16岁的少女安吉拉后 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 黑姐既然扯断了自己的手臂 冲向了站在远处的安吉拉 试图唤醒她的记忆 谁知黑姐刚靠近 就被安吉拉扭断了脖子 安妮和胡子哥 被眼前的景象彻底吓傻了 慌不择落地向树林牲畜跑去 不知道跑了多久 突然眼前出现了一座游乐园 二人刚想找个地方躲起来时 安吉拉突然出现在了他们身后 安妮死活也想不通 为什么安吉拉像幽灵一样 一直缠着她 无奈之下 他们再次逃走 躲到了一个镜像迷宫的房间内 他们打算就躲在这里 等天亮之后再出去 然而没过多久 安吉拉便从镜子后面抓住 并划开了她的脖子 安妮趁机逃出了游乐园 并找到了一辆车 就在她以为一切都结束了时 安吉拉竟然以经营的速度 刚在车后面吹上了她 并从后备箱钻了进来 疯狂地撕扯着安妮 然后车子在失控的状态下 找到了头里 安全带缠住了安吉拉 安妮趁机用头整 解决掉了安吉拉 然后拼命全力爬到了岸边 筋疲力尽的她 再次以为自己逃出了升天 然而恐怖的是 安吉拉竟然从湖底 慢慢地升到了天上 此时天色也渐渐地亮了起来 安妮像行尸走肉一样 来到了一栋别墅前求救 然而这里却一个人都没有 安妮在别墅里简单地休整后 刚准备离开 突然所有的门窗都被关上了 她无意间闯进了地下室 走廊的墙壁上贴满了圣经 刚转身 就看到了极其恐怖的一幕 一球目光带至表情极其诡异的人 死死地盯着她 还没等她反应过来 这些人直接用匕首 抹断了自己的脖子 度是鲜血四溅 安妮转身就逃 然而就在这时 安吉拉也追了过来 安妮捡起一把匕首 抵在了她的嘴里 安吉拉以用力 匕首直接割破了她的上下额 安吉拉应声倒在了地上 然而恐怖的是 就在下一秒 安吉拉突然变成 以另外一种心态 这次向安妮扑了过去 安妮爬过死人堆 来到了地下室最深处 穿过了一个密道 她堵上了出口 然后向外面跑去 刚跑没多久 就看到了一个硕大的隧道 里面停满了受害者的车 她随便找了一辆 刚想钻进去 那个怪物 突然再次向她扑了过来 她只能继续想前跑 在一个角落 安妮看到了一辆 被卸掉了龙胎的车 她钻到了车下 将怪物引到车底 然后剃掉了 支起车身的砖块 怪物直接被压走 安妮随手抄起一件物品 直接反杀了那个怪物 她来到了一辆废弃的车上 筋疲力尽地坐在那里 至此她都不知道 这一宿自己到底经历了什么 现在是否安全 然而视频到此就结束了 这部行车记录仪 是2022年最新上映的 伪记录式恐怖片 创意比较随性 剧情比较松散 口碑两极风化 称不上上程佳作 但是也值得一看 下期补跟另外两部 今年最新上映的 伪记录恐怖片 希望大家保持关注 处理完加事后 正常往直一周两个 我是匹夫下期见